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是公共電視的新聞網下點的另外一個網站 我們都做一些叫另一類的社會運動的議題的報導 跟這次會辦這個演講 跟阿翔老師是在2010年的時候認識台 那時候做過等一下要來旅台的這位王興宗先生 他給我看了一些影片 然後跟我介紹了艾曉明老師 所以我就找到廣州去跟艾老師碰面 然後我看了他的一些片子 那我覺得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在那個環境底下 我們台灣最近幾年在講公民新聞 公民記者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的環境雖然也是很需要公民記者 可是在對岸的那種環境底下 公民記者的屬境是更艱困的 所以我跟他拿了很多片子來環放 可是台灣這邊一直沒有太多人去注意這些議題 那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這次其實是公民行動語音記錄資料 這邊也跟大學系列也接洽 就是我 他又拿了一些記錄片 他同意我們也常多放 所以敢高興有這個機會 把他所關切的一些地圖 像今天要講的是 就是大陸的民主化的對象 然後還有 其實不只是講民主化這件事情 他也講公民 就是公民的影像權利這件事情 剛好跟我們這幾天在 不管是在凱南大道 在衛生部發生的 今天早上發生的一些事情 其實都有一些 所以就是互相來製造 然後看你的地方 那其實我在講下去 真的會講兩個小時 所以P&N 不要講一下 P&N就是這樣一個網路站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 Google上面打P&N三十字 就可以 Google一下 P&N三十字 然後就可以出來這個網站 其實在比較早的時候 你打P&N三十字 他出來的是另外 就是拍在他前面 有好幾個網站 比如說 巴勒斯坦新聞網 也叫P&N 然後也有個什麼 個人新聞網 也叫P&N 然後P&N 是被 還是很底下 但是就是我們是 2010年的時候 開始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覺得公司的新聞網 太自視了 就是那個新聞 可能更新的速度 當然我們P&N更新的速度 也不夠快 但是就是說 可能有一些議題 公司新聞比較沒辦法 更深入去關注的 那我們去做一些報導 大概就這樣 再講下去 這個三個小時 好 謝謝董 其實 今天應該是在 公共電視裡面 一個 不太 那個 受這個 呵成性的指揮 而且常常對得 多麻煩的 一個單位 那其實他們的工作人員 其實不多 然後 滿大一部分 都是派遣 甚至可能連派遣都是 就是說 根本都不是在編制裡面 那這也是一個非常有意思 就是台灣的公共媒體 居然有很多 並不是正式的員工 那他們其實也非常的 所以 呃 前幾天 在行政院 這個 呃 一群台灣農村陣線的朋友 他們衝進去以後 那 除了這些衝進這個學生被抓之外 公司的記者 呃 也被逮捕 也不是 不算逮捕 也是被這個制止 然後即使他 拿出了這個 這個記者證 或是公司聘任的記者 那另外一個單位 就是我們 公民行動 也進入資料庫 那我們其實也是一個 比較特別 特殊的一個團體 我們過去是 呃 國科會的 數位典藏計畫 就是它原本是一個 數位典藏 然後數位典藏大部分 都會去典藏一些古物啊 或是 典藏一些什麼 布袋系啊 或是一些資品啊 但是我們典藏的是 社會運動 就是說 我們覺得 我們要把自己的活典藏 就是我們是 紀錄是當下 所發生的這些事情 那所以 呃 這個 紀錄這個當下 所發生的這個事情 基本上來講是很重要的 因為 在台灣的媒體 我們看到的電視新聞 基本上對於 所謂的社會運動 是忽視 或者是扭曲的 可是一個國家 能不能夠進步 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於 這個國家的社會運動 到底發不發達 因為 即使這個社會運動 所提出來的主張 不盡然是 建能於當下 但是它提出一些 讓大家可以思考 思辨 討論的機會 甚至 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 社會運動者在 實習二十年前 提出來的主張 在現在 它都可以被看到 所以 呃 我們這個網站 呃 可以幫我們秀一下 對 我們這個網站 已經在這五年多 紀錄了超過一千五百折的社會運動 那這個數字其實蠻驚人的 我所謂蠻驚人的 是說 在台灣 呃 這五年多 已經至少有一千五百次以上的湯医行動 而且這個還只是我們在台北的紀錄的 在台灣其他地方 也都還沒有記錄到 那另外一個 這一千五百次 恐怕也是全台灣所有的 這些商業媒體 十年來 加起來社會運動的報導的總和 恐怕都不會達到這一千五百次 那這是我覺得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 那現在 呃 也有越來越多的一些公民 呃 就是一些團體 會免費 呃 他們可以免費使用我們的 在非人民的狀況 大家可以免費使用我們的影片 那 也有一些高中的 呃 呃 教材或者是像 他們的參考書 也會希望我們提供這些影片 做他們上課的一個 補充的教材 那 因為我們的計畫 在去年 年齡都結束了 所以我們現在 是處在一個 沒有一個 明確的財政支持的狀況 所以我們都 透過募款的方式 再 進行來 就是維護 因為我覺得 呃 雖然絕大多數說 兩樣計畫都已經結束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還是有機會 還是有必要去 持續的下去 然後把這個社會 更多的東西 是可以 呃 這個 這個時候 記錄下來 那我們未來也 主要去成立協會 呃 成立社團法的 那我們最近 尤其 對不起我要打一下是 對 我們出了一本書 叫做 功名不能寫 那 這是我們這五年來的 社會 我們裡面的影片 呃 基本上來講做了一些 非常 我們 系統性的整理 那也放在一個 比較大的社會的 方向之下 去看這一些 事件 這一些議題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我們這一本書 那我們接下來 就 不多說 待會兒我們在 這部影片放映完之後 呃 華人民主學院的秘書長 呃 王信中先生 他會來跟我們一起 語談 那我們今天要看的這部片子 就是烏坎三日 那剛剛這個 公明今天稍微介紹一下 艾曉明老師 他是廣州 廣州中山大學的教授 但是他同時也是一個 紀錄片工作者 也是一個 公明報導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行動者 那在去 2011年的時候 這個烏坎 發生了非常大的事情 然後有兩次 非常大規模的 群眾集結 甚至也變成 最後是由 去永選的 這個過程當中 去實踐的某種 在中國 可以少數可以看到 一個民主化的過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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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艾曉明老師 在2011年的12月 有三天 潛入到 就是用潛入的 跑到烏坎裡面 然後去 進行了 四十多 四五十個小時的 這個訪問 然後 訪問當天的 人眾 然後剪輯成 這一部紀錄片 那我現在就來看一下 這一部影片 烏坎三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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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